我是宜蘭州總理所 可以說是新科的總知識 因為宜蘭州 本來是雞人 宜蘭 花蓮 台東 因為太過重了 通信參加這些參會 會議 很不方便 所以說中央現在建議 南州 北州 宜蘭北州 宜蘭南州 我很高興大家加入台灣民政府 因為實際上 你如果沒有台灣民政府 你會覺得奇怪 中華民國怎麼都越來越 沒有像家的感覺 像國家的感覺 你如果台灣民政府 你就慢慢 原來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世界 不管這個世界 國際 或是說一個國家也好 都是法律做基礎 大家都按照法律在走 是怎麼中華民國 好像不按照法律走呢 我簡單記一下來例 中華民國參加 歐文用什麼名 對 中華台北 你口口聲聲說你是一個國家 你參加這個世界上的 大家都去參加的運動會 你來用一個中華台北 你說你國家 人家就給你提出旨意了 但是一年一年 一次 再一次 大家已經麻木了 中華台北也能參加 你沒感覺嗎 中華民國也能參加 中華台北也能參加 大家已經沒有那個感覺 其實這個會把我們台灣 陷入很親密的陷阱裡面 你今天來台灣民政府 不好意思 原來這個世界 有一個國際法 國際法分成幾六種 國際海商法 國際海事法 還有一個國際戰爭法 我現在剛才 跟大家介紹這個 國際戰爭法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按照國際戰爭法 所以 在跟大家傳承 就是按照國際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 有一個法院 他的法院 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秘書長 他以前有去日本 讀戰爭法 但是他之後就 專業做生理 開補習班 開去中國 上海 宿船 越開越大境 錢賺越多 賺越多 沒有帶來幸運 陷入了 人家 有時候你賺這麼多錢 一步一步人在 腳踏油 八度的黑度都在腳踏油 腳踏油 腳踏油 快走 沒走 名字要不給他 就回台灣 回台灣之後 他繼續研究 我們台灣人 國際戰爭法 你怎麼不想用國際戰爭法 跟台灣 國際地位 稍微研究一下 晚上研究研究 研究到尾 在2006年 10月2日 第一次 向美國 提出故事 說我們台灣人 國際戰爭法 我們台灣 明明是你們 同樣占領的 古金山 河邊條 又寫得清清楚楚 第23條 美國是台灣的軍事 占領全國 你如果有手機 你馬上把它放下去 酒精山 河邊條 裡面寫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你們美國沒有來 國所 這個國所要花很多錢 最近有一個新聞 你們都有聽到 那個 有一個唱歌詩的 銀行線在美國 返案嘛 擁有槍械 擁有十字弓 擁有子彈 他現在要花很多錢 我是看網路新聞 他說買一間房 一間房子不夠 要拿一間 籌錯律師費 1.4億 美國的律師費 很高 以台灣民政府來說 我們請的律師費 有四個 第二次高層 美國的 我們第一次是2,006年 第二次是2,005年 5月5月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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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政 第一次到第二次的律師費 看開天文數字 開到那裡 有的 半途黑黑 本來人很多 我們這裡都人山人海 因為大家為了國不道 有的就 沒有信心 有的就是說 不知道要等到當時 也是繼續支持 但是不來的 所以說你們現在來的2,006 你們來這裡 比較少人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接近執政了 事實上已經執政一半了 我在初期班我已經跟你們說了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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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份 開始 所有的國際會議 由台灣民政府 代表台灣參加 這是根據什麼 根據法律 國際戰爭法 我來找國際戰爭法的資料 給你們看 我們這個 台灣民政府 政府今天已經十多年了 十一年了 2008年 二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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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根據國際戰爭法成立的 國際戰爭法它不是一本搜 你去搜尋還是網路要買國際戰爭法買不到 它是根據190七年的 國際海牙第四公約裡面有一部分 還有194九年的日內華公約 還有國際紅石智慧那個章程 那個人道主義裡面有一個章程 第四就是美國陸軍總署的野戰手冊 還有美國跟其他大國英國法國 大法官的解釋文 這都包含在內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有關於戰爭的判例 這以上就是國際戰爭法的法院 最上院的源頭就對了 我們台灣民政府就是按這個章 我基本上跟你們說過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台灣民政府不是我們自己的 是軍事占領地國際戰爭有規定 軍事占領地 必須由當地的人民組成一個民事政府 管轄什麼 行政 立法 施法 我們的範圍就是這些而已 軍事占領 他這個軍事占領 他不可能永遠 當然我們台灣民政府運轉到 十年二十年 軍事占領者 因為說你不錯 我們店 他會離開 離開之後 那台灣政府 就是由台灣民政府 在法律上 就是我們的 當然啦 蔡英文現在都要就地合法 他說我是台灣政府啊 但是他在國內都說中華民國政府 但是他在國內都說台灣政府 沒有人可以給你承認啦 因為亞洲國家也好 比較先進的國家也好 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流氓政府在台灣 管理台灣 那他是根據什麼 他就是根據麥克阿瑟 在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大皇后 他在9月找他 麥克阿瑟 他就用一般命令 第一號 委託蔣介石 來台灣 接受日本的導航 但是 現在只有他們這幫人 他們很厲害 因為中國的流氓 就是權謀 權謀你知道嗎 很厲害 我都幾頭幾鬧 權謀 他欺騙台灣人 說台灣已經 反我們中華民國了 大家都回歸祖國 他就是這樣 就是在那天開始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我們台灣的特殼 就去關國 來 他用那個 修法 跟武器 把你按掉 你敢不聽嗎 你每天都乖乖乖乖 因為我 我是法務的 但是我不是法律師 我是跟你們說 我跟你們各個一樣 在學習法律 因為在台灣民政府 這個法律的區塊裡面 包括中華民國也一樣 在司法這個區塊裡面 總是比較少人 因為法律存在 但是始終沒有讓人家感覺 對吧 但是你如果出事 一般台灣人的習慣 出事都去找民意代表 其實錯誤 我現在跟你講錯誤 民意代表 他也是要按照法如來啊 簡單記一下 你出事後 那時候你要找誰人 你要去找條件啊 雙方調節啊 不行 那時候再採取民事訴訟啊 不是找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以前 以前 還可以用民意代表這樣去 去破壞 現在不行了 現在大家頭髮比較好啊 你要走司法途徑 解決紛爭 你民意代表 你們聽好 私人的契約 不得抵觸法律 啊這個私人包括什麼 包括總統 包括立法委員 他輸人的客戶 都不能抵觸到法如 因為法如 我在初期才有說過 法律是怎樣誕生的 中華民國的法如是 要經過立法院 三途通過 然後由總統頒布 美國 因為我們是 我們台灣是美國的軍事這麼多 我們美國的 行政程序 行政 我們要多少了解 美國他是 眾議院通過 送到參議院通過 然後總統頒布 他的法如就誕生了 所以說私人契約不得抵觸法律 法律不得抵觸憲法 這樣都知道 檢察官在開庭 還是法官在開庭 你如果來台灣民宿 國際戰爭法 國際法來講 你就不會 懼怕法官開庭 或是檢察官開庭 因為他是用 國家 國家裡面的法如 在自己審判 他這個法如層次 比較多 法律而已 法律裡面還有法律 法律裡面的法律就是憲法 憲法 憲法其實就是一般的國際法 我剛才說過了 國際法分為國際海上法 國際海事法 國際海洋法 現在中國在南海 湊沙照路 他就觸犯國際海洋法 由國際海洋法庭去處理 國際海洋法庭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那個河南 河南就是以前 16歐斯連日和台灣的河南 這個暫時別說 國際海事法 是什麼你知道嗎 國際海事法就是商船 商船在海警 他也有一個規則 如果發生碰撞 他就用國際海事法 這是我所了解的 他亞洲的法庭在哪裡 你知道嗎 亞洲的法庭 海事法庭在香港 你怎麼知道 國際海事法 國際海事法 國際海上法 就是生理的 海上貿易 這部分我比較不了解 我就給你介紹 國際戰爭法 以目前世界的權威來講 因為 歐斯世界大戰 已經七十幾年了 大家已經 比較不少前了 國際戰爭法的權威 現在在台灣民政府 就是我們秘書長 我們現在美國 日本 他都來買 台灣最終第一位 第一側 第二側 第三側 拜我們執政 那一本都價錢 你們賺錢 賺錢 賺錢 你們參考一下 如果你經濟許可 可以賺力金賺 因為美國給我們訂2千本 日本也給我們訂 再6千本 我們執政那個 你看看 那就是 我們現在國際戰爭法的權威 就是我們秘書長 因為我們去鄭月 我們拿中華民國護照 始終感覺怪怪的 在法律上 你們聽好 在法律上 你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 中華民國護照 在法律上 你就是中國人 這你的法律基本概念要有 但是你現在有機會 你會簽台灣民進府的身份證 你就當 你就當大大方來說 我不是中國人 由我來講 因為我 我有段時間 我的車 我私人叫車 我都駛台灣民進府 在那個盧竹 2016年的 12月25日 我掛白白 建範 從後面幫我抵 我說奇怪 怎麼一直幫我抵 車比較路 比較沒有車 他把我抵 先生 你的車子 讓我們看看 我就給我看 證件 你這車沒減減 一年沒減減 我說 我這車我都有六歲金 我都有六歲金 沒有減減 我來減減就好了 他說不行 要白白 白白我就給我白白了 不要跟警察吵 沒有用 他就給我白白了 我車就沒白了 你一台車沒白 是不是現在要看 很難看 車子沒有拍照很難看 他說 他說要給我拍照 你這台灣民進府 我想 插話 其實他插 他等他離開後 他擺到我白照 我車塞在行李箱子裡面 我掛台灣民進府的車牌 我們中央有規定 白牌 紅牌要同時掛 因為你如果掛 掛紅牌你沒有保險 你如果掛白牌 保險公司會受理 因為你掛紅牌 中法民掛保險公司 不敢受理 所以說在這種情勢之下 我掛紅牌 但是我透過保險公司 說我要保險公司 我以前都要你的保險 十幾年來 我都要你的保險 你要保 那業務員 保我的險公司 就是這樣 我現在掛紅牌 掛紅牌 警察會抓 要怎樣 還可以跟警察完結 對吧 我就去歡迎 提出訴訟 我就用台灣民進府的 國際戰爭法 我就引用 說檢察官先生 你使用的法律 是不是中法民國的法律 他說對 我現在在這裡開庭 我在這裡順序跟你們說一下 因為我是公法務員 地檢署的偵察庭 是不公開的 你們知道 偵察不公開 那如果判決確定 不是 訴訟當中 提起訴訟的時候 他檢察官 我如果有問題 他會把你轉過法院 法官去頂度 你出犯 還是禮犯 蓄意 還是惡意 他會去衡量 法院這一邊是公開的 大家都可以去旁聽 我前面有跟你說 這個 中法民國法院 有刑事庭 民事庭 還有行政法庭 還有以前有一個交通法庭 但是交通法庭 現在聘入了行政法庭 裡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你們都要知道 家事法庭 高雄 有一間家事庭法院 不是家事庭 因為高雄 好像 暴力 暴力 比較多 他是家事庭法院 這間你們要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少年法庭 這是中法民國 一直發營的運作 5月 我就開店 我就跟檢察官說 說我是預計國計法來 我懸掛美國軍事政府的車牌 你用中華民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你怎麼可以跟國際戰爭法的國際法來抗衡 你等於是低階的法律 向高階的法律挑戰 他知道嗎 我告訴他 我說這個世界上法律是有位階的 最高是萬國公法 他貪論是國家的主權 萬國公法在1830年之後 就有一個萬國公法 他是專門在公租款 他如果沒有這部法律 這個強權國家 會越來越大國 小國就去到大國吃了 到現在才有一個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是美國一個律師下的 他發佈出來之後 大清帝國也提供 大日本帝國也提供 翻譯為日文中文提供 所以他這部法律 世界的強權國家 海事強權的國家 都會它遵守 所以變成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下來就是 一般的國際法 一般的國際法下來 就是一般的國家的憲法 憲法下來就是一般的法律 民法 什麼刑事訴訟法 什麼很多法 這是普通的法律 我跟檢察官說 我掛是合法的車牌 你檢察怎麼可以 隨便跟他們拔白的 看法律 他說不出來 他跟我問這句話 中華民國對台灣有管轄權 不然你告訴我 他要跟我辯論 他不知道我這個有備後來的 我看的資料 讓他看的都說 我說中華民國對台灣 有管轄權 但是中華民國對台灣 沒有主權 管轄權跟主權是兩馬式 請檢察官你要懂得法律 依法 論法 不然你這個官司我不承認 檢察官司要說 我是有備後來喔 我告訴他 這個世界上最高的法律 是萬國公法 是談論主權 連中華民國的憲法 都是預計萬國公法後來的 你知道嗎 他那個中華民國的特色 什麼叫萬國公法 我告訴你 在16540年 荷蘭 再來 鄭成功 再來 大清帝國 再來 日本國 大日本帝國 跟現在的中華民國 他都不讓我們台灣人 讀國制法 那是今天你們來這裡 你們這裡知道 說一個萬國公法 不然你以前聽過萬國公法 你讀國公法 在中華民國讀國 你不知道這個國 國最上的法律的位置 法律的層次是什麼 我告訴他 我看官司就知道 不知道要怎麼收拾 所以說我每次訴訟 我總共有九張的紅張 現在還多一張十張 他把我開紅張之後 他說 檢察是執行公權利益 他這也沒辦法 我就簡單給我結論 他沒說我不對 因為我告訴他 因為我都有寬署了給他 我第一次 在二年一五年的一月 要檢察官司 女生 你說你台灣民政府 我怎麼都不會聽過 我總共把中國時報 我們在二年一五年的 圓月農曆過年 我們有開頭版的 那個廣告 我去都有背資料 我說檢察官 你沒有聽過 台灣民政府 啊中國時報 你有聽過嗎 聯合報 你有聽過嗎 我就拿給華盡 華盡就拿給檢察官 這是什麼 大型 那一半過來百萬 你不要看 報紙坑的都很貴 這樣 你如果說台灣民政府 你不要聽過 中國時報 這個頭版的這麼大半 你不要看過 他知道 他就簡單 喔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結果結果 結果結果我落台後 我離開了 後天換警察